2020春季回归 竹马龙又再次以他们的三月限量相分回归咯 Hello everybody 来拍开箱啦 竹马龙春季限量薰衣草相分系列终于来了 瞧瞧他的颜色简直就是少女心 梦幻爆表 瞧瞧 话不多说 第一只紫童以薰衣草 这一款香味呢 它是三只香水中最淡雅的那一只 而且它的前调是那一种紫罗兰淡淡的飘香 后调是那一种给人一种知性高雅的感觉 这一款香味非常适合那些害怕浓烈 而且很强烈味道的那些人类们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喷上身的时候 是带有一种春风 而且有那种花粉飘过你身旁的感觉 就是那一种效果非常的春天 而且你闻上去的时候它特别的干净 第二只白花树 和薰衣草 这一款香味呢 是三款香味里 我觉得木钓香味最浓的那一只 而且它是属于那种中性香 就是说如果你喜欢 竹马龙他们家的那一个 英国香树 与整果的那一只香水的话 你绝对会被这一只香水所吸引 它的前调是那一种白花树淡淡清甜 而且配上那个葡萄油非常多汁的感觉 再搭配那个薰衣草 非常疗愈的那个香味 你闻起来的时候 那个香味是非常的清新 而且也非常的中性 就是整体来说这一只香水 给人感觉是非常沉稳 而且它是那一种中性香 就是男的女的都能喷 而且你喷上身的时候 会有那种非常干净清晰 佛置身在那种下过雨后的树林里漫步 第三只香味就是我这一次 没有买的那一只香味 可是我之前已经有了这一款味道 其实这一只味道呢 早在他们几年前的一个限量系列里 就已经出现过了 那这一款香味就是大家非常惊讶 而且你听到它的名字会说 What?香菜? What? 我的妈呀 香菜也呢 放在香水里 第三只就是大家非常惊讶的那一只 薰衣草 羽岩碎啦 就是这一款香味来说的话呢 它给人的感觉整体来说也是非常的中性 它喷上身的时候是带有一点点那种微微的辣味在里面 其实闻起来是非常的舒服 我怎么来形容它呢 就是你知道那种你家如果有院子的 的话早晨起来下过雨后那种绿叶上面带有那种水珠 而且非常清凉的那种感觉 这一款味道它非常的有层次感 就是你喷上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哇 我的妈呀好高级哦 那闻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木质香 甜调是与那个薰衣草以及鼠尾草非常清甜的那个香味作为主调 然后它的厚调是那个东家豆非常温暖的一个味道 是你喷上身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它既温暖又清凉 而且闻起来超级的舒服 如果你是金色男孩或女孩不妨给他一次机会喷喷喷打 而且非常神奇的是 当我拿它们这一支薰衣草与盐 随随和他们家的英苏花与大麦做一个结合的时候 吞上身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高级 而且非常的精致 它的味道就是那种它带有一丝的绿意 而且它当中会参杂着一些非常甜的味道在里面 就是让你叠加出一个非常新 而且非常神奇的一个味道 闻起来特别的舒服 重点来呢就是他们家这一次 推出了有史以来第一款枕头盆物 就是这款枕头盆物呢 它是薰衣草与白色香 就是它的味道呢 来说的话我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非常的推荐这一支味道 就是它的前调呢 闻起来就是那种薰衣草非常非常淡的味道 带有一些非常凉冰凉的感觉 就是感觉像是冰凉 噴出那个时候在枕头上你闻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的厚调是那个白色香 就是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持久 但你喷在枕头上或者是一些布料上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那一个味道其实 会让你整个人很心旷生怡 好啦 基本上这是我今天所有的开箱分享 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赞加关注 然后还有如果你有想知道的香味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希望你们和我一样爱美 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